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要学的这13个低伏音的话 它就是这几个啊 这13个它就是这一个 OK 那么咱们同学听了这个 月月在发这个低伏音的这个字母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的声调呢 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一个中伏音 它的声调是一样的 会发第一个声调 啊 会发第一个声调 并且呢 大家会发现 它跟我们前面学过的这一个 十个高伏音 它们的读音是一一对应的 只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说声调高低的不同 对不对 我们的高伏音 它会发 口 而我们的今天学的这一个低伏音的话呢 它会发一个口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把这样的这一个低伏音 可以跟这个高伏音来进行配对的 这样的一个低伏音的话 把它叫做 偶 低伏音 偶数的偶 因为它有人跟它配对 它才能叫做偶 对不对 偶 它肯定是成双成对的嘛 对不对 叫做偶 低伏音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一个对应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先看我们的高伏音 因为我们学过了 对不对 它会发第五声调 发一个口 那么对应的这一个低伏音 偶 低伏音的话呢 它就会发第一声调 发一个口 口 OK 那么三个 对不对 我们学了三个 那么对应的这一个偶 低伏音 它会发一个 低伏音 第一声调 那么这个 它是我们的这一个高伏音 那么对应的这一个 偶 低伏音的话 它会发第一声调 那么它就会发 这样的一个音 并且有两个 OK 那么两个 发第五声 那么对应了四个 偶低伏音 发第一声会发 托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一个托 对不对 一个高伏音 对应了两个托 一个托 对应了一个托 一个托 对应了一个托 那么现在我们分别去了解一下它们 去学一下它们每一个字母 它的发音 以及它的这一个书写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字母 它会发一个 KO 这样的一个音 哦 低伏音 或者说低伏音 它跟我们的这一个中伏音 它的声调是一样的 会发第一声调 然后会发第一声调 那么今天这一个 它会读作 KO KO 那那么这个KO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书写 它就像一个人 在门边那里 在门那里 敲门 所以呢 它会发一个 KO KO 这样的一个音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同时把这个字形和它的发音呢 把它给记住 一个人 他在低着头 在敲门 那么敲门的时候 声音是怎么样的 就是KO KO KO 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KO 我们来看一下 有圈圈 那么就会从圈圈开始写 然后一笔完成 OK 这是第二个KO 下面的这一个 它长这样子 KO KO 那么这个KO的话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KO呢 它也是像这个敲门声一样 但是呢 在泰语里面 这个KO 它是说 一个人在去偷盗 这个钟的时候 然后把自己的耳朵呢 给掩住了 然后就把这个口钟呢 给盗走了 掩耳盗钟 我们中国有掩耳盗铃 对不对 在泰语那里 它有掩耳盗钟 那么泰国的这个钟的话 它就会发一个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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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演变过来的话 成的这个字母呢 它就变成了KO 这个发音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的话呢 它会发一个 KO 这样的一个音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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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呢 就直接模仿越远的发音 来发音 发一个KO KO KO 那么这个KO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像一只天鹅 要准备展开这个翅膀 然后呢 要飞了 来 这个翅膀就像这个天鹅的翅膀一样 对不对 这只鹅 然后它在低着头 然后呢 它要飞了 这个头 来 天鹅 有圈圈 圈圈开始 来 然后上去 OK 这个翅膀长出去一点 翅膀长才能飞着 飞得远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的话呢 它会发一个 SO 这样的一个音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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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这一个SO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O 它呢 它就像一条链子一样 就像一条链子一样 然后呢 长长的都搅在一起了 啊 这条链子 拿 SO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OK呢 然后呢 再这样子 再飞出去 这一个SO 拿它的这个头 卷了又卷啊 卷了又卷 然后再下来 它就像一条链子一样 像一条链子一样 要来要去 像一条链子一样 要来要去的啊 OK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内容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TO 那么这个TO的话呢 它一共有四个啊 TO OK 拿TO O TO 这个发音并不难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TO 我们要怎么样去记住它 它的这个字形 啊 那么这个TO的话 哎 我们看一下 有圈圈 对不对 从圈圈开始 那 那么这个TO的话呢 它就像我们的拖鞋一样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甲油啊 甲油这个鞋子 它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的脚呢 就这样子穿进去的啊 穿进去的 拿 然后这是 哎 这个毛毛托 对不对 毛毛托上面呢 它还有这一个球球 就像女孩子的这个毛毛托一样 拿 这个 所以它会发一个TO 自行的像拖鞋 对不对 像这个毛托一样 现在冬天要来了啊 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来看下一个TO 那么这个TO的话 嗯 竖下来 然后呢 过来 它的书写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里 哎 抖了一下 CORONA OK 那看我们重新来 不小心呢 划了一下笔啊 OKか 路边门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TO 好 下来 然后过来 然后呢 上来 然后在这里呢 倾斜 然后像个盖子一样盖过来 那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在刚开始写这一个TO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留个口 那 它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一个口杯 那 在这里呢 这个盖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手呢 拿走 把这个盖子呢 翘起来 然后呢 倒水进去 那 它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这个TO 它就像杯子一样 那 放在这里 对不对 倒进水 倒水进来 这一个TO 然后呢 把它拖走啊 我们要把这个杯子呢 给拖走 对不对 那 OK 好 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TO 那第三个TO 我们来看一下 有圈圈 从圈圈 开始 拿 然后呢 一笔完成 这个TO的话呢 它就像这个 骆驼的背一样 就像驼背一样 对不对 这个TO在这里啊 然后有一个风 再来一个风 对不对 这个驼背 那骆驼的这个背 对不对 那 所以呢 它叫做TO TO 不要忘了我们的这一个 偶迪福音 它会发第一声调 那 所以它会发一个TO 这样的一个音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TO 拿 OK 看好 月月是怎么写的哦 OK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学习这一个中辅音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就认识了这一半的字 我们看一下 月月画过来啊 这一半呢 它就是这个TO 对不对 我们在形容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说哎 这个人呢 他太多心了 他太多心了 是不是 然后呢 最后呢 他的心呢 没办法 合上了 只能是开着了 一个人 他太多心了 他脚踏了几条船 对不对 脚踏两条船啊 最后呢 他没办法 他因为由于这个对象太多了 交的对象太多了 对不对 人家呢 又不愿意跟他分开啊 明明知道他多心了 对不对 还不愿意跟他分开 那呢 那么你看 大家看一下 他的尾巴就拖着一长串的尾巴 对不对 拖着一长串的尾巴 多心 所以呢 他要拖着一长串的尾巴 他的尾巴太多了啊 好几个对象 有一个对象还不行啊 要有好多个对象 对不对 因为他很多心 所以呢 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拖着一群麻烦 对不对 拖着一群麻烦 拖着一大堆的人啊 来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记住他 多心的人 他拖着一条尾巴 长长的尾巴 发一个拖 拖 这样的一个音 来 读着拖 拖 OK 拿拖 OK 那这就是这几个字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内容 看一下 诶 这一个 po 看到这个po 咱们同学可能就想到说 诶 老师 诶 月月 我想到了这一个po 对不对 那 那么这一个po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这一个po来进行一个对比 有没有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 诶 这个折 先说这个明显的地方 用一个红色的笔来标出来 拿 这个地方 对不对 和这个点 中 这个点 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圈圈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发现没有 拿老师 月月相信啊 大家肯定发现了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中间的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写出来 先啊 写大一点 拿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尖尖的地方 还有这个圈圈 地方 啊 这两个 这两个 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月月那时候 在讲这个高辅音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一句话 让大家呢 先记着 对不对 说高辅音的圈圈呢 它会拐向里面 是不是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区分这个高辅音和这一个偶迪福音 那只要你记住说这个高辅音它的圈圈呢 是拐向里面的 那么就OK了 剩下的拐向外面的 对不对 那它就是这一个偶迪福音了 也不至于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混乱 那只要大家记者把它记好了说高辅音的圈圈是拐向里面的 那么你就能够区分 顺利的区分这个偶迪福音和这一个 哪 这一个高辅音 OK 那么这一个扑 它跟这一个扑 它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中间的这个折 月月在讲这个扑的时候说 中间的这个折呢 在这边的二分之一 或者是三分之一就OK了 而我们的这个扑 它很像我们的一个字母叫做W 对不对 很像这个W 它呢就是中间这一个完全是满上来的 对不对 完全是满上来的 全部都封顶了 三点一线啊 月月给它的总结叫做三点 三点 三点一线 三个点呢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当你在写的时候 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一个点 他们要相互的对齐 相互的对齐 三点一线就想到这一个 Po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这一个Po 下面的这个Po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然后一笔完成 然后一笔完成从左往右 对不对 那么这个Po呢 哎 它就像这个脚啊 我们之前还学了这个高辅音 学了这一个头 对不对 它的记住了 高辅音它的圈圈 月月说了 是拐向里面的 那么拐向里面的 它就是一个高辅音 它是头 这一个它叫做头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会叫做Po 那么这个Po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这一个O D 辅音 它叫做Po 就像我们把水 Po出去一样 Po出去 对不对 它就向外 它是向外的 Po水 看一下 是不是你泼水的时候 水难道是往里面泼的吗 不可能的啊 它是泼向外面的 所以这一个圈圈呢 它是拐向外面的 水是泼向外面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一个脚 它的这个脚 它也是向拐向外面的 那只要记住说 高辅音的圈圈 拐向里面 这一点呢 就足够区分 这一个中 哎 这个O D 辅音和这一个高辅音了 那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下面的这一个 Fo OK 那这个呢叫做Fo 哎 跟它相对应的 这一个呢 它叫做Fo 对不对 高辅音的这一个Fo 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又遇到了第三个 高低不同的一个角 对不对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中辅音 Bo 这个呢叫做Bo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高辅音 这个叫做Fo 是不是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这一个内容 它叫做Fo 那么这个Fo的话 同样的圈圈是向外面的 拿 圈圈向外面 而且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点 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点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 这里和这里 对不对 拿书写的时候 只要记好高辅音的圈圈 拐向里面 那你就能够区分这两个了 好 这一个地方 它的这两个点 它是相对齐的 相对齐的 注意了啊 OK 最后一个 这一个 哎 哦 第一辅音 它就是这一个 ho 这个ho 这个ho的话呢 它就像一个 哎 它要戴上帽子 它要戴上帽子 它就像这个 人一样 对不对 歪歪曲曲的啊 然后呢 它要戴上这一个帽子 因为呢 这个房子啊 这个房子呢 它已经很简陋了 露来露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要有还 需要戴上这个帽子 盖上屋顶 有屋顶啊 这个简陋的 这个房子 它虽然简陋 但是它还有屋顶 啊 所以它会发一个 ho ho 这样的一个音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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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呢 有圈圈 从圈圈开始 然后一笔完成 这一个ho OK呢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一个书写 这个书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书写 诶 刚才每一个字呢 月呢 都给大家写了一遍 那大家呢 现在在这里 自己呢 再去练习 就OK了 拿自己去练习 并且在写这个to的时候 在这里 发现没有 它又抄出来了啊 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过来之后 就直接上来 在这里 不要抄出去咯 OK 这个呢 就是这一个to 这就是我们今天 学的这几个 这几个 诶 这个od 这个od 符音 它一共有13个 OK呢 哈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个d 符音 它和这一个原音 它在拼搏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OK呢 那么这一个原音的话 它就是 好 下面的另外一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ko 对不对 ko的话呢 它会发第一声 那么ko跟a 相拼之后 那么它就会发一个 ka ka 这样的一个音 发第四声调 那ko 可以这样子去列 或者说 ko 啊 ka 第一符音 加上这一个 长原音的话呢 它就会发这一个 第一声调 ko 啊 ka ko i ki ko u ku ko u ku cho a cha 发音 短音 它会发音短的几处 cho i chi cho u 词 OK 那都是发第四声调 第一符音 加上 加上短原音 它都会发第四声 啊 那第一符音 加上长音的话 都是发第一声调 在没有声调符号的情况下 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 cho a cha cho i chi cho u choo 对不对 这一个啊 choo choo e chee 都是一样的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再来举一个 这一个 for a fa for for a fa for i fi for i fi for u f for u f OK 那么月的话呢 就举这么多的例子 那剩下的话呢 这些部分的话呢 大家就自己去 琴鱼练习 那么就能够掌握这一个 发音了 啊 OK 看 后面的话呢 同样也是一样的啊 这一个 好 跟这一个 特殊原音相拼 我们看一下 koh 跟am 相拼 那么他就跟 这个 低辅音 加上这一个 特殊原音的话呢 他就会发第一声调 低辅音 加上 特殊原音 发第一声调 koh am kam koh am kam koh ai kai koh ai kai koh au kau 一样的道理 那么 toh am cham toh ai chai toh au chau 是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它的声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 那么低辅音 它在跟这个 短原音 它在相拼的时候 一般的话呢 它有两个声调 一个是kah 或者是加上声调符号的情况下 特别是这一个第二个声调符号 那么它就会发一个kah ok 也就是这个地方 有两个声调 一个不加符号的情况下 发 第四声 那么再加上第二个声调符号的情况下的话呢 它就会发 这一个 第三声 拿 第三声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低辅音 它在跟这个长原音 相拼的时候 它有三个声调 并且呢 是在不标这个声调符号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个声调 如果是不加声调符号的话呢 它就会发第一声 像这一个koh ah k 对不对 那么还有这一个 加上声调 加上第二个声调符号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发第三声调的音 如果加上第三声调的声调符号的话 那么就会发第四声调的音 也就是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ok呢 并且的话呢 这个低辅音 它在高辅音里面能找到相对的音 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可以发完整的五个声调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 ok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看一下 它当它在跟这个 把这个高辅音跟它在相放在一起的时候 跟高辅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才能够发完五个声调 ok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发一个 k k 对不对 k 如果只是这一个低辅音的话 它是不加上这个中辅 这个高辅音这一排的话 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发出第二声调的 它只能发第三声 还有这一个 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发第四声 第五声调 它也是没有办法发的 ok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 它同样也是一样的 k 对不对 k k 标上第二声调符号的话 它就会发一个 k 标上第三个声调符号的话 它就会读第四调 也就是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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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哎 到今天这个内容的话 它就已经有了这个课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课文 那么我们先去学习这一个单词 然后我们再回去 看这个课文 因为课文很多的单词的话 有些单词 它是在这一个 哎 单词之后出现了 然后他才会把它组成这个课文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先学这个单词 啊 第一个 它是叫做 k k 是是的意思 fai 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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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电的意思 fai fa ok 他电 bai cha bai cha cha ye poh 爸爸 t 他是这一个 他和你的意思 还有这一个 pa sah po a pa so a sah 它是语言的意思 还有这一个 faf faf 它是天空 蓝色 或者是蓝色 tam 是做的意思 还有这个 pe pe 发第四叫 哪 低辅音加上短缘音 发第四声调 好 这一个 cho e ts ts 也就是名字 你的名字叫什么 名叫什么 好 这一个 s s 是买的意思 p 哥哥姐姐 ka 还有这个 ka 它是个这个 语尾助词 或者说尾气词 语气助词 哪是女性使用的 那么这一个 chai chai 是使用用的意思 那这一个 pasatai 太语 khu 它是对 双的意思 chai 是 是的 kam 字 词 k 是 fai faf den bai cha cha ye po 爸爸 t ta 或者是你 pasar 是语言的意思 fa 天空 蓝色 tam 做 pe 山羊 吃 名字 名叫 死 迈 ok 都把那卡接着 p 哥哥 姐姐 ka 或者是 ka 就是这一个 余味 助词 女性 女性 使用的 那么这一个 chai 使用用 pasar 太语的意思 那么这一个 ku 是 对 双 chai 是 是的 kam 词 呐 或者是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名字 这一个课文啊 特吃 哦 哦 特吃 哦 皮哦 白石 怕洗发 他叫 欧 欧姐的话呢 他去买蓝色的布 特吃 哦 皮哦 白石 皮哦 白石 怕洗发 破 白石 白茶 爸爸去买茶叶 破 白石 白茶 ok呢 tam di dai di 善有善报 tam di dai di 善有善报 kau tam dai di 他做得很好 kau tam dai di 他做得很好 ok呢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ok呢 kau wani loko lien theng kenni korn l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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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o